我是豪门真千金 被接回家时发现贾千金人淡如菊 在我努力讨好爸妈和哥哥时 他不争不强 姐姐为了向上爬不择手段 他的这些谋算 就算告诉我 我也不会做的 我被人绑架后 他是母亲爆棚 我不相信一个这么爱姐姐的男人 会忍心谋害姐姐 爸妈和哥哥因此认定 这是我为了争宠时的手段 对我满心失望 直到传来我被绑匪杀害的消息 贾千金嘟嘴摇头道 我不知道他会痛下杀手 爸妈和哥哥却安慰他说我感情不减点 才会被人仇杀 我才知 绑架我的人是 哥哥怕我和贾千金争宠过来的 贾千金与哥哥喜结良缘 我却被抹上污点 含恨而终 再睁眼 我回到了刚回豪门的那日 一 你竟然已经回到自己真正的家了 不如改个名字吧 我醒来时 就听到熟悉且温柔的嗓音 睁开眼看到熟悉的面孔 我还没反应过来 雍容华贵的妇人见我没反应 又喊了我一声 却始终不愿意喊我的名字 你不愿意改吗 她在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迟疑 一旁清秀淡漠的少女 开口为我辩解 她才刚回来 未必就把这个家当家 妈妈先别强迫姐姐了 只是这话 怎么听着都不舒心 我恍然明白 我重生了 重生到刚回到豪门的这天 上一世 妈妈也是这样问我 愿不愿意改名字 他们认为我原先的名字是灾难 如果不是那家人 把我偷走 我也不会跟他们分离十来年 当时我小心谨慎 一心融入这个新家庭 为了讨好亲生爸妈和哥哥 连忙映下他们给我改的新名字 温永宁 假千金名字不改 依旧为温永乐 哥哥当时轻笑了声 这样挺好 刚回来宁静安宁些 我却傻傻地以为 哥哥是真心夸赞这个名字 为我着想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我被替换多年 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里 他们依旧疼爱假千金温永乐 我笑了笑 抬眼看向亲生母亲 妈妈 我当然愿意改啊 她紧皱的眉头终于展开 可她不恨温永乐 反而爱她 用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滋养那个人 但如觉得假千金 我忽然指向一旁的温永乐 笑道 不过我要改的是 温永乐这个名字 哥哥拍案而起 目斥 你在胡闹什么 那是永乐的名字 凭什么让你改 他们纷纷看向我 我委屈解释 妈妈 哥哥 如果我没有被换走 这个名字应该是我的 既然我已经回来了 我的名字是不是也该给我 夏如雪这个名字 是养父母对妹妹的爱 他们为了 取这个名字费了好细劲 每次他们喊我时 都仿佛透过我在看谁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这个名字 他们一直想给妹妹 妹妹 人不能忘本 对吗 温永乐的脸刷得一白 啊 上一世 温永乐总是这副模样 他不争不强 人淡如菊 仿佛温暖了整个温家和京城 我刚来时 从未想过跟他针锋相对 我想的是 那是他父母的锅 不该怪他 甚至也想过 跟他友好相处 成为一家人 没想到 我会遭受他追随者的欺压 哥哥对我冷漠 你即使回来了 也别想夺走永乐的一切 大家喜欢永乐 不是因为他的身份 而是他温暖了我们 可我从来没想过 抢走温永乐的什么东西 在学校时 我想融入温永乐朋友里 他们漠视我的嗜好 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不愧是乡下来的 跟永乐这种 接受过精英教育的大小姐不一样 学他不会成为西施 只会东施笑皮啊 他的好友团嘲讽我 无视我 甚至教唆其他同学孤立我 而温永乐总是淡淡地看着我 事后 他拉着他的姐妹轻声呵斥 他好歹也是我姐姐 你要再胡闹 我就不理你了 好像对我的嘲讽 随着这么一句不轻不重的责骂 轻飘飘地散了 即便下次他们依旧这么嘲讽我 他也只是淡淡摇摇头 后来我被绑匪拐走 经受折磨 绑匪给爸妈打电话时让我说话 我哭着祈求爸妈救我 却不知道消息传到温家时 怎么就变成了绑匪是我的追求者 因为爱而不得才绑架我 温永乐人淡如菊 安抚爸妈 我不相信一个这么爱姐姐的男人 会忍心谋害姐姐 所有人都认定了我不检点 故意勾引这位京城富少 才会玩脱了引火自焚 爸爸更是一气之下决定放弃管我 说只有让我多磨练磨练 以后才不会惹更大的事 没人救我 无人在意我的生死 甚至原先跟哥哥说好 只是恐吓我的富少 一直联系不上哥哥 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慌乱之下杀人灭口 我被尸沉大海 消息传来后 温永乐却只是掉了两滴鳄鱼的眼泪 摇头堵嘴失魂落魄道 我不知道他会痛下杀手 爸妈和哥哥对我的那点愧疚 也随着他的这句话烟消云散 转而安抚他 最后将问题归咎到我身上 我死后才知道 怪不得温浩初总是无限偏袒他 因为他暗恋这个假千金 对他无限纵容 相信他美好的品格 也不相信一个偷换孩子的保姆 能交出什么好孩子 好在我能重来一世 这一世 我不再讨好这些本不属于我的家人 温永乐不是喜欢人淡如菊 装作什么都不在意吗 那我拿回我本来的东西 不过分吧 三 温永乐很快恢复原样 轻轻摇头淡淡道 如果姐姐要这么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哥哥温浩初 连忙抚摸温永乐的脑袋 怒瞪我 温永乐就是温永乐 什么时候也不会是你 我一言不发 眼中含泪望向妈妈 隐人且克制 妈妈 如果妹妹的妈妈 没有把我换走 我或许也叫温永乐 温浩初皱紧眉 事情已经发生了 更何况是那家人有问题 永乐才是受害者 你拉上他想说什么 我只是感慨 养父母当初嘱咐我 以后如果遇见妹妹 要好好伺候他 他们非常感谢我们家 还说如果妹妹愿意认他们 他们会请算命先生 专门给妹妹起一个好名字 因为我是温家人 我用着本该属于妹妹的名字 他们反而说我高攀 我只是羡慕妹妹 能有这么好的名字 说完 我便咬紧唇 泪水溢满眼眶 请客落下 妈妈一时脸色难看 定定看着我 神情恍惚 我的模样与她相像 跟她年轻时 更是有气氛相似 又想到那个偷梁换柱的保姆 她有些为难地 看向温永乐 突然 门口传来浑厚低沉的声音 我温家的女儿回来 自然应该用回自己的名字 是在公司开会的爸爸回来了 温永乐名仅存 连续眨眼识欲刺 隐忍到极致 眼泪才没落下 只是看上去像是面无表情 温浩初还想说什么 妈妈用眼神警示她 她说然坐下 目光像是要把我扫射几个窟窿 我只是装模作样 淡淡喝了口茶 上一世 我只想着融入这个家庭 心里充斥着 失而复得的亲情 想着以后 我也有疼爱自己的爸妈了 即使温永乐的亲生父母 以礼貌换太子 是害我与亲生父母 分隔两地的罪魁祸首 即使贾千金享受了十几年 本该属于我的荣华生活 我也没想过针对她 我不断讨好爸妈 却换来她们的紧重眉头 你这副模样 一点都不像 名门贵族出来的大小姐 好好跟你妹妹学学 现在我想明白了 既然我在她们心里 比不上温永乐 但她们怨恨保姆一家 才让她们蒙受奇耻大辱 在这方面上 爸妈自然才会跟我同一阵线 要改名那天 没人带我去 我什么都没说 自己去派出所改了名 夏如雪改成了温玉西 我喜欢这个名字 前世到现在 从没人给我希望 偏要自己给予自己希望 我不喜欢温永明 好像永远都得安安静静不闹事 成为温永乐的陪衬 更不喜欢温永乐 这个已经变了意义的名字 我就是我 四 管家为我办理了入学 跟上仪式一样 跟温永乐同班 自我介绍后 我坐上老师给我指定的座位上 很快有人窃窃私语 那些讥讽嘲笑的话语 不加掩饰传入我耳中 而温永乐垂头安静坐着 沉默寡言 与我平静的模样对比 大家都认为我回来后欺负了他 我看见温永乐身边 有人轻轻拍他的背 在安慰他 老师进来后 让大家安静 可温永乐本就是全京城的团宠 大家无视老师 继续对我冷嘲热讽 亲生的又怎样 跟那个只会偷人的保姆 学的实生相 即使回来了 也是大家的笑话 他说是亲生的就是了 谁知道 是不是又是别人 从外面抱的一孩子 想来豪门享福呢 刚一回来 就给涌了一个下马威 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恶根性 即使当初没被偷走啊 他的命也好不到哪去 说养父养母 亲生父母 我都没反应 直到说到我的命 上一世 我从未做错什么 凭什么我命该如此 我舒然起身 椅子在地面上 刺辣想的刺耳 我大不留心 走向方才最后说话的那人跟前 一把拽住他的头发 用力砸向木质桌面 发出一声巨响 我又拽起来 居高临下逆着他 怎么不说了 女同学被我撞得有些发懵 信不信我报警抓你 信哪 怎么不信呢 他还以为真的糊住我了 下一瞬 我又抓起他的头 撞桌子上 特地控制了点力 等把人拽起来了 我才吃笑道 进警局又怎么了 我就算再不济 身后也有温假 你家在京城排得上老几 你认为我亲妈 会因为你这么个螺一般的人不帮我 我也认为 但我不说 该说不说 温家的名号还是好用的 打得过我吗 你从小娇生惯养 我从小就干体力活 我故意骤然出拳 他恐惧地失声闭上眼 拳头却在他眼前几公分 又利落停下 下一秒 我低头瞥了一眼 择了一声 随手脱下身上的外套扔给他 去厕所清理清理 拳班鸭雀无声 有男的不服气 还想站起来 我面不改色 喷得一声巨响 我一拳砸碎了面前的桌子 那人安稳坐下 没再说话 一直消沉的温永乐 终于坐不住了 于希 你怎么能这样 他们只是好心为我说话 虽然说错了话 但也用不着这样吧 我什么都没说 快不走过去 他惊恐地望着我 一群人还想护着他 也都被我拨开 我一下又一下 留了几分力 打了他连连躲闪 脸上浮现清晰的巴掌印 人蛋如菊 我干这么多年重活 打的就是拟人蛋如菊 其中有个维护他的女生 正要偷偷拿椅子砸我 我眼几手快 一手抓紧椅子腿 一手罩着他的脸呼了上去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教导主任来了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五 教导主任赶过来时 看到的就是教室里乱作一团 他皱眉沉声问 怎么回事 你们脸上怎么了 刚被我打的那个女生 立马指着我 主任是温玉西在惹事 他想打永乐 还把我们几个也给打了 他的目光扫过我们几个 瞥了我一眼后 目光最终定格在温永乐身上 温永乐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他忽然垂头 淡淡道 没事 是我自己不小心碰到了 姐姐是跟我们闹着玩的 他这句话一出 方才被我打的女生 一脸震惊地望着他 最后也只好不情不愿地附和 这是贵族学校 教导主任也不好多说什么 我静静坐下看课本学习 直到放学后不久 我出来的晚 却在教学楼后的小树林里 看到了温永乐 他跟一个男生走在一起 今天你怎么帮那个女的说话呀 大家当时还帮你说话 而且他们还被他打了 如果你也指认他 教导主任肯定会通知家长 哦 原来那个女的说的是我呀 温永乐淡淡道 又不是我求着他们帮我的 到时候我惹得一声骚 名声总不能不要吧 我躲在墙后 点了保存录音后 这才离开 我没坐温家司机的车 自己坐车回去的 我前脚刚到家 后脚温永乐也回来了 我们同时进大门 一进到客厅 温永乐刚想说话 我已经先一步扑进妈妈怀里 她的脸上红肿 我的脸也给自己删红了 一家人都愣了 我妈问我怎么了 今天同学说我是野孩子 还说我有课在基因里的劣根性 我心想这不是骂我们家吗 就上去跟人理论 闹事的那人还打了我一巴掌 妹妹平白无故也被打了 温永乐愣在原地 爸爸冷着脸 他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他们确实出口嘲讽 闹事的人是我 打温永乐的是我 打我的也是我 我太懂温永乐人淡如菊的性子 他不屑于解释 更不会为了一个 拿温家的事嘲讽的朋友 坏了在爸妈面前的形象 也只有他的朋友承担了所有 爸妈对我的态度 似乎更好了些 我心里门清 外界隐约在传的亲生女儿 比不过被偷换的女儿的消息 他们也不过是因为不想坐实罢了 6 近期京城有一场豪门宴会 邀请了各路富豪一起参加 温家自然也在其中 如果我没记错 上一时也是这样 我跟着他们一起去参加宴会 那些千金 少爷本来就跟温永乐是一路的 甚至在得知我回来后 爸妈的爱也分给了我 给我安上了小偷的罪名 他们为温永乐打抱不平 在宴会临结束前 故意把我关在厕所里 爸妈没看见我 问起时 温永乐却摇头说不知道我去了吗 他们便直接回了家 我夜不归家 温昊初便也开始造谣我 说我刚回家有了钱 心就野了 还说我看上了哪家富少 害得爸妈对我的印象 更是跌入谷底 事后温昊初去问温永乐我的情况 得知了事情后 问他需不需要 现在把我带回来 温永乐却说 姐姐欺负过他们 他们是想教训教训姐姐 必不会让他受太重的伤 或许不用太担心 我被他们拍了照片 不许我把事情说出去 回去后 还因此发烧了整整一周 又被诬陷 是跟人乱搞染上病毒 被逼着去医院监测 证明了我的清白 却也没得到一句道歉 这次宴会我要参加 仇我也要报 气 宴会的这天 我收敛锋芒 车上坐不下 爸爸便让我坐另一辆车 我没拒绝 到了宴会上 不出我所料 那群人嘴里无非是些 我及时回来了 爸妈也是最爱温永乐的 他们警告 我别想着碰他 我早已免疫 周围的嘈杂与我隔绝 过了许久 终于到了上一世 我被欺负的时间节点 余光瞥见那群人走过来时 我跟一旁经过的服务员 说了句话 装作抬脚要走 突然被一群人拦住了去路 男的女的都有 为首的是个女生 我记得叫夏孟如 上一世没少在温永乐的暗示下 欺负我 她抱着双臂逆我 你就是温玉西啊 看了也不怎么样啊 你刚从拼命哭出来 就想着夺走属于永乐的宠爱啊 我告诉你 你就是在修炼个几百年 也比不上永乐 你知不知道 永乐是我们所有人的白月光 都是她温暖了我们 温永乐平常已温暖了整个别墅 温暖了整个学校 温暖了整个京城住民 很多人天然对她有好感 她的忠实朋友 甚至为了她不惜忤逆父母 我没忍住笑出声 温暖了你们 怎么 温永乐是温室气体吗 还能让整个京城都温暖了 现在地球上温室效应这么严重 你们作为地球人不为民除害就算了 还助纣为虐呢 夏梦如气的脸都歪了 别以为到了温家 就能变凤凰了 温家的千金 从始至终只有永乐一人 而且就算永乐他爸死了 家里的财产 也都是温浩初和永乐的 跟你没半毛钱关系 我的余光 已经瞥见了暗处的身影 却还故作不知 面不改色捶着头 可我也是温家的女儿 我不求比妹妹 为什么这样也不行 亲生的又怎样 谁不知道你在温家一点都不受宠 你还不如不回来 你这一回来影响了永乐在家里的地位 他自视清高 居高临下地腻着我 这一片的人都被他们提前用借口 请到别处去了 当下自由他们几个和我自己 他一个眼神扫过去 一群人正想上来 把我抓到上一时关我的地方去 突然 一道身影气势汹汹赶来 毫不留情一脚踹他大腿上 他整个人毫无防备猛扑到一旁 刚想骂骂咧 一抬眼看到了我爸气冲冲的模样 整个人愣住了 其他几人也连忙低头 我爸历生呵斥 老子还没死 你一个外人 就开始觊觎我温家的财产分配问题了 就算于西再怎么样 他也是我温家的亲生女儿 永远比你高一头 回来这么久 头一次见我爸如此动目 我是不受宠 跟温家没什么感情 但我始终是温家的千金 在外也代表了温家的脸面 他们这下 无异于当着我爸的面打他的脸 后面还有一群围观看戏的 我爸更不可能放过他 夏孟如终于慌了 伯父 我不是这个意思 温永乐赶来时看到这一幕 脸色煞白 夏孟如撇到他的身影 连忙扑上去抱住他的腿 永乐 你快跟伯父解释 我只是想帮你 没有任何想要诅咒伯父的意思 我装死疑惑地看向温永乐 妹妹 原来你们是好朋友吗 他那么讨厌我 你也 温永乐朝我善笑了下 连忙批清关系 扒开夏孟如的手 低头轻声道 孟如 我帮不了你 他可是我姐姐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欺负他 自己的错 自己担着 夏孟如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瞪着他 可是 我们说他画画的时候 话没说完 温永乐立即打断 孟如 你怎么还给我泼脏水 上次你教唆阿若在学校里 欺负姐姐就算了 这次竟然还想自己动手 一句话 给他定了死罪 我霸气地从助理手中接过 方才跟夏家谈的合同 一下扔在夏副身上 好好好 这就是你教的好女儿 合作 免了吧 都说温永乐温暖 我可算是见识到了 可太温暖了 暖得都玩火自焚了 少了我这个努力讨好的角色 猖鬼自然会伸手到其他人那里 我乐意见到 他们自食其果的场面 我抬头 刚好跟温浩出对视 他的眼睛沉沉如矮 死死地盯着我 爸 那之后 爸妈明里暗里 敲打过温永乐好几次 让他以后不许跟这些人来往 可他们依旧不觉得 温永乐有什么错 错的一定是别人 他们没让温永乐跟我道歉 还单独嘱咐我 你妹妹年纪小 很多方面不懂 在外面你要多照顾照顾她 毕竟我们是一家人 小妈 不过就比我晚出生 那么几分钟罢了 什么家人 连你们我都不认 黄论一个温永乐 但我只是淡定自若的点头 假装事情已经翻篇了 没人知道 上次宴会上 我跟顾总顾文有来往 顾文是京城有名的富少 他家富可敌国 原先的京中一半产业 都是顾家的 只是现在他们落魄了些 顾文为人浪荡不羁 鲜少与人合作 但我劝动了她 那次在宴会上她也在场 那是我们第二次碰面 她经过我身边时 轻笑了声 夸我 小小年纪惯会利用人 利用我时是不是也这么淡定 我便毫不走心 夸赞了她几句 她也欣然接受了 我说的下场合作 不久后我就听了 当初在学校说我坏话 被我暴打的那个女生 家里企业被温氏 吞了好几个项目 现在公司内部 资金断裂 那个女生找上温永乐求助 跟夏孟如一样 温永乐只是一点点 扒开她的手指 轻声说 你侮辱姐姐的那些话 又不是我教你说的 我也爱莫能助呀 很快 事情迎来了转机 一场去年温家 就开始筹备的拍卖会 如期举行 爸妈要带人一起去 我主动提出 让哥哥妹妹去 他们果然满意地 对我点点头 只是温永乐破天荒 没有跟着去 我心下了然 装作不知情 转身回了自己房间 反锁了门 拿出手机 给顾文发消息 好戏快要开场了 这次拍卖会备受关注 在网上采取同步直播的形式 之后有个项目 跟这次的拍卖密切相关 一旦某个公司 拿到了这块地皮 价值不可估量 但是这些 拍卖会上的众人 无人知晓 只有现在在场外的 我们知道 就 直播开始 我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 温永乐出门了 我没管 继续看直播 前面都是一些普通的东西 按照拍卖流程结束后 终于到了城东的那块地皮 我看见直播画面里 爸妈都胸有成竹 信心满满 这次项目的规模 并不算特别大 项目书也早就准备好了 可温家的报价 逼对方陈家完全知情 在拍卖时 温家被打压得毫无还手之力 最后他们只得放弃 不继续叫价 直播间 京城的住民 还有一些看热闹的网民 以及各行歌艳人士 都在关注这件事 我盯着画面 轻笑了下 他们马上就知道了真相 我听到门外的动静 温永乐已经回来了 他似乎在我的门口停留了一会 我故作不知 也故意在这个时候 出门去一楼客厅 余光中 一道倩影在身后悄悄偷看我 我没管 直接离开 装作去厨房问保姆 今天做什么菜 过了一会儿我才回去 看向书架上的微型摄像头 我面不改色 没多久 爸妈出去乘坐的那辆车回来了 爸爸雷厉风行 气冲冲地走进别墅 温好初和妈妈跟在他身后 面色难看 他一回来就坐在沙发上 直播的事情 为什么没人跟我们提前通气 这次的项目一直保密 陈家怎么知道我们的报价 温好初这段时间 也在接触家里的业务 他也提到 应该是被人传给了对方 爸 我这就让人去查查 还有 当初跟我们合作的那群人 一看陈家的这个项目更好 纷纷拒绝了温氏的合作邀请 气氛一度非常低沉 我跟温永乐从房间里出来 刚好碰上 听到客厅传来 爸爸怒气十足的吼声 给我查 他的目光躲闪 时 我们到的时候 刚好听见在讨论这件事 温永乐小声询问 爸 妈 这块地皮竟然是未来几年的重点开发地区 而且不久后那附近要人工开局 到时候陆运水运都方便 房价能炒翻天 他的呼吸一致 这时楼上传来惊呼声 爸爸示意温好初上去看看情况 一名庸人被带下来 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颤巍巍递给爸爸 温总 我刚刚给大小姐打扫房间时 看到一份文件压在枕头底下 我不是有意要看的 只是刚好知道今天这个项目的事情 不知道大小姐怎么会有这份文件 文件上写的是成东地皮竞拍项目 全家人陷入诡异的沉默 温永乐敏唇 小声道 真没想到 姐姐你竟然是这种人 我腻他一眼 冷笑 他顿时默不作声 爸爸只是扫了文件一眼 面色冷沉地把文件甩我身上 他站起身 抡起胳膊就要打我 却被我伸手拦住 又甩开 眼看他气得不行 我冷笑一声 虽然知道不该对你们抱有什么亲情的期待 但就凭一份文件 问都不问我 就给我定罪 你可真是一个好爸爸呀 他气得瞪眼 证据 文件不是证据 这个庸人不是证据 我没想到这十来年 你在那个下见的保姆家 学的都是这些肮脏手段 还用到了自家人身上 我淡淡硬了一声 随手把优盘丢进他手里 哦 希望一会儿 你能一视同仁哦 里面也没什么东西 就是这两天 我房间的监控 温永乐下意识地问道 你房间里什么时候有监控的 我怎么不知道 我勾唇 让你知道 还怎么进行啊 他的脸色苍白无比 温好出怒声斥责 温于希 别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似的 别把脏水泼到永乐身上 爸爸倒是气沉沉道 我倒要看看 人证物证都在 你还能耍出什么花样 11 监控画面中 我出门一会儿 一道熟悉的身影前了进来 他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下四周 怀里揣着一份文件 在屋里挑选了一会儿 最终快速塞到我的枕头下方 趁着我人没回来 他赶紧跑了 直到我进了房间后 也没发现任何异常 几人气沉沉地看着监控画面 气氛诡异沉默 爸爸疏然站起身 照着温永乐的脸 不留余力给了他一巴掌 好好好 这就是我的好女儿 为了外人抢了这个项目 温永乐连续眨眼解释 爸 妈 反正我们家也不缺这么一个项目 更何况他不是别人 是我发小 他爸跟你也是好朋友 给他也没什么的 没什么 爸爸又给他另半张脸一巴掌 你知不知道 因为这件事 温氏要损失多少钱 妈妈于心不忍 终于为他开脱辩解 永乐也是无心的 他知错了 你别再责怪他了 哦 无心的 我笑道 后面还有一段视频呢 要不你们再看看 温号出眼见事态不对劲 上前想要关上电脑 却被我死死拽着 而爸爸已经顺着我的话 播放了下一段监控 这次却不是我房间 而是别墅后面 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两道熟悉的身影在那碰面 赫然是温永乐和他的亲生母亲 夏母续到了几句后 突然小心翼翼地试探问他 如雪 既然温家的亲生女儿已经回家了 温家容不下你了 不如你就赶紧回来吧 到底是亲生的 心里总归是念想的 温家尚且做不到 看重血缘亲情 可温永乐正因为这几日的事情烦恼 他淡淡抬眼 妈妈 我不回去 难道要我回去 跟你们一起挤出租房 过苦日子吗 夏母连忙讨好他 不用 不用 多亏了你这些年 给我们寄的钱 我们家现在也有钱 前不久你爸才买了套房 你回来不会亏待你 温永乐却没说话 只是不断催促 让他赶紧回去 这下周围的气氛更加怪异 爸爸气得手指发抖 指着温永乐的鼻子骂 我当初怎么说的 让你不要跟那家人有任何接触 你私底下跟人联系上了 叫他们爸妈叫得倒是亲 一旁的温号出为他解释数十句 可他只是质地有声 我百口莫辩 而监控中 声音还在不断传出 夏母已经看出温永乐根本不想回去 好似感到背叛 终于发了火 你才是我的亲女儿啊 到现在这个地步 温家人只爱他们的亲女儿 你还不愿意回来吗 之前你不是说 只要一切都吃爱落定了 就跟我们团聚的吗 还是说你怕我们丢人 嫌弃我们的家境 怕离开了温家就没有好日子了 想赶紧跟我们撇清关系 好继续当你的千金大小节 你不是已经抓住了温号出的心吗 你回来了 他们也不会多说什么 难道你怕温号出发现 当初他断腿的事情是我们做的 那件事的证据都被我毁了得干净 根本没人能发现 温号出骤然看向温永乐 颤声问道 永乐他是什么意思 这下温永乐的形象彻底崩盘 就连一向疼他的妈妈也眼眶通红 不可置信地望着他 啪的一声 妈妈头一次打他 而温号出还沉浸在这个恶号里 他下意识地抚摸着自己残疾的那条腿 我没忍住勾了勾唇 十二 温永乐早就知道他不是温家的女儿 知道被替换的人生 但当时年仅十二的他 便想着找好以后的后盾 即使我回来了 也不会影响他的地位 于是他主动找上生母 说明了来意以及计划 听到女儿愿意认自己 还想着帮家里捞钱 夏母他自然激动同意 于是他们一起策划一场货端 害得温号出断了腿 而温永乐就是在这个时候 对温号出不抛弃 不放弃 感动了他 成了他的忠权 尤其是在知道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后 他心里的那点爱意发了风般滋涨 如今却突然告诉他 一切都是假的 这些年 温永乐也确实陆陆续续 赚了很多钱给生母 只是这钱从来没用到我身上过 他们藏的岩石 平日里花钱都不敢让我看到 温永乐顶着红肿的脸 一副不争不强 不卑不抗的模样 妈妈痛心疾首道 你对得起你爸爸 妈妈 对得起你哥哥吗 是 我们是爱你姐姐 但我们难道就不爱你了 你这两个月做了多少荒唐事 要是你姐姐 绝不会像你这样 温永乐人淡如菊 连续眨眼十几次 眼中泛起水光平静怒之道 这个千金是我想做的吗 这个千金我早就做了厌烦疲倦 不想再做了 温家从来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爸爸听此彻底怒了 不想做 好 那你走 你走 再也别回来了 从今往后 别墅里不允许出现你 更不许任何人给你一点温家的资助 13 不出意外 温永乐被赶出了温家 夏母还想把他带回自己家里 只是他性子高傲 还自命清高 不肯低头 他身上留了些钱财 但并不足以保证 他后半辈子生活无余 本以为 当初被他落井下石的朋友们 也已经看清了他的真面目 听闻因为那次夏母的事 结婚当天我也去了 甚至温号初夜偷偷去了现场 红了眼 我却并没有就此放过他 那个项目确实很好 只不过需要大量投入资金 而我跟顾文就是在这个时候 给了陈氏致命一击 资金链周转不过来 陈氏便想着让温永乐回温家要钱帮忙 但温家又如何能帮 在故事集团的打压下 温家的许多合作对象都不敢蹬这趟浑水 眼见妈妈心软 想偷摸去帮帮温永乐时 我已经笑着向警方递出了三份证据 温氏偷睡漏睡 下家偷孩子 以及温永乐跟生母 害得温号出断腿的所有证据 只是温家的这份没交太早 得知温永乐被警方带走的消息时 妈妈终于发火了 仰手要打我 可惜被我拦住了 那是你妹妹 为什么要向警方告发她 我淡淡笑道 别急 别急 她见我一副知错不改的模样 气得还用另一只手打我 只是被我甩在地上 她气疯了 我真后悔让你回温家 搅得我们家鸡犬不明 我蹲下来 慢慢拍着她的头 真的呀 那你后悔早了哦 妈妈 你别急 报应马上就轮到你们了 这也会是我最后一次喊你妈妈 十四 我提前离开了家 我去看守所看望温永乐时 她一桩整洁 完全不像个嫌疑犯 我轻声问 看着妹妹这么自在 姐姐也就放心了 她淡淡道 即使生活在看守所 也要活得体面 我淡定给她鼓掌 她又说 更何况 即使我老公不来救我 爸妈和哥哥一定会来救我的 是吗 你真以为 你做了这么多事之后 他们还能原谅你啊 她骤然抬头 低哑道 你懂什么 我这都是有苦衷的 他们一定会原谅我 我挑眉笑了笑 你怎么一步步走来的 我都看在眼里 有什么苦衷 妹妹为了向上爬 是不择手段的 甚至连亲生父母都可以抛弃 你的这些谋算 就算告诉我 我也不会做的 怎么办 我好像抢了你人蛋如菊的人设你 她僵硬地抬起头 看向我 眼神中有一丝迷惑 疑惑我为什么知道这些 疑惑这些话语过分熟悉 好像本该出自她之口 她不是喜欢人蛋如菊 喜欢不争不强 喜欢当娼鬼 现在 回旋标打到自己身上的滋味怎么样 她很快恢复平静 问我 姐姐 我想问你 爸妈在你面前掉过眼泪吗 哥哥在你面前掉过眼泪吗 你知道 爸妈真正疼爱一个人 是什么模样吗 你什么都不知道 却还是出现 抢走了我的一切 凭什么 我点点头 哦 那我还给你 你跟你家人 马上就能团聚了 等我走向警察时 递交了第三份证据 可以直接指控 温氏集团的有利证据 顾文帮了我许多 但也不是白帮忙 因为我给他提供了 之后的行业商机 上一世温家 因此获利不少 很快 警察出动 带走了温家一家人 查封了温氏 他们被警察带来时 我刚好在门口等着他们 爸爸气得 想要挣脱警察的束缚 冲上来打我 只不过被按得死死的 温浩初自从知道真相后 一直为米不振 看起来脸色都苍白无力 我听见他们大喊 无非是一些骂我的话 我都全倒没听见 反而笑着朝他们挥挥手 然后毫无留恋地 转身坐上一辆林肯 15 顾文坐在后排 轻笑道 你也太狠了 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放过 我淡淡道 他们不是我的亲人 这世上我的亲人 只有我自己 顾文择了一声 笑得慢悠悠的 怎么不想着让他们后悔 对你愧疚 以后跟他们 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我不解 我要他们的后悔愧疚干什么 能值几个钱 他们的愧疚 能改变我上一世的 惨淡结局吗 不能 所以我要的 就是让他们付出代价 仅此而已 在我重生的那刻起 我就知道能救我的 只有自己 但我需要借助东风 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他们都难以免除牢狱之灾 而我自己单干 没在依赖顾文的事例 公司也有了规模 一切都欣欣向荣 未来风光明媚 我只爱自己 我就是自己的家人 我决定踏上 独自旅行的道路 不再留在京城 临行前 我看向身后的土地 心间发颤 却也决然朝前走去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未来 能不能加一个 让我也爱你 我没理他 向前奔跑起来 一看长一段 好去莫回头